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洪宽 今天是10月10号双十节 过去每年到了这个节日 都会回顾一下这个节日 这个节日它是一个重大历史题材 可以讲出很多东西来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官方版本漏洞百出 那么在中华民国台湾 也有它的固定的说法 所谓历史的定论 那么真正我们研究历史的意义和价值 中学老师会问学生 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 你就发现有绝大多数99%的回答 都是荒唐的 都是莫名其妙的 达不到点上 甚至中国人张嘴历史闭口历史 很多人喜欢讲历史 你如果突然间打断 老师提一个问题 请问您讲的这个历史的上下文 您这儿的这个历史这个名词的定义是什么 它的确切的含义是什么 我告诉你90%以上的讲者 老师教授博导 咔啦还叫卡壳 为什么他平时不太思考这个问题 他不会去追踪一下 哪怕去读一读维基百科呢 对吧 我找本专注看看这个历史学界的大腕 把历史学这个研究 前沿已经推到什么地方去 绝大都是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习惯 所以说关于历史定义有非常多 大家这个历史呢 就把他挂在嘴上 就好像中国人把科学民主挂在嘴上一样 他的真实的含义 他自己脑袋也没有 就是一个一个就是空对空 就很容易形成假大空的现象 我上一个视频把假大空啊 这个讲官话呀 讲这个套话呀 那话术啊 重新呢 找到了一个词 就是这个挂这个词啊 左边一个盐 右边两个土啊 土上加土 左边一个盐 这个字读做挂 你们查字典的话 有这个字啊 但是咱们中国人 别说现代汉语没有了 你找大清朝的文献当中也很少都找到 我估计明朝人也不用了 那他最早对宋朝之前的 汉唐之前 就是用的比较多的是史记里面 司马迁用这个字 这个多次提到 这个很容易搜出来啊 就这个字呢 非常恰当的可以描述 今天我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驻联合国 那个大使 非常特别适合 也包括习近平本人 那么现在习近平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 大概是昨天吧 美国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 这是来自纽约的一个参议员 他组了个团去拜见 到北京去访华去求见习近平 这个给了很多画了很多大鞭 习近平你别担心啊 我们民主党是不主张脱钩的 我们继续给你做生意 大家一块赚钱啊 就是讲成这个啊 就说这个是国家的事啊 顺便 哎呀 顺便舒默 就求习近平 你能不能说点人话呀 这个巴勒斯坦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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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以色列现在打的这么剧烈 这么多人死了 你能不能以国家的名义代表诸国 就这个事啊 做一个明确的表态呀 你别跟我说这些 这个这个这个挂言挂语 你说了半天我不知道你干什么 你能不能明确的谴责恐怖主义 你能不能支持一下以色列 在以色列对你很好 舒默先生说这个话呢 他本人呢 他是一个犹太人 这个人名气很大啊 我在纽约住的时候大概就知道他 但是我从来不关注他 我对他的指示其名 不知道他的观点 所以说这一次 我以为他是个老政客 跟拜登一样的人 干了一辈子政治 我以为是这样啊 也许不对啊 但是这次当着习近平的面 求习近平 你改个口风好不好 你说点人话行不行 你说点全人类能听懂的话 表明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对于这些滥杀平民滥杀无辜的恐怖主义行动 这哈马斯这样的行动 有所谴责 对于这个无辜的死了好几百人 这个以色列 给点支援 以色列过去一直舔你 一直在你十一国庆子上 还给你发贺电 还给你发个贺信 祝贺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 这话我不知道 这个是有视频的啊 但是我不知道在国里能不能看到啊 为了为了啊 公平公正起见 咱们就先呢 把书末啊 这个这个视频放给大家看看啊 不是今天讲的东西很多 我就是看看能能时间啊 能讲多少 看看我的体力啊 讲能讲多少 讲多少啊 五毛别最好别来捣乱啊 咱们先看看各个国家的表态 关于这个事呢 截止到今天 这是昨天早上七天 全球主要国家对巴勒斯坦 哈马斯 袭击以色列的表态 中国 中国是呼吁啊 双方 停火做下来协商啊 就是这个是不偏不以中立的啊 跟俄罗斯是一样吧啊 俄罗斯是呼吁双方 停火协商解决 其他的所有的国家 美国 印度日本 英国法国 德国澳大利亚 塞尔维亚加拿大 啊都是 第一支持以色列 第二谴责巴勒斯坦 呵呵呵 你知道吧 现在看看 看看这个对于这个大事啊 啊这样的这个 军事行动 恐怖主义活动 啊面临着要要升级啊 因为以色列这次给惹毛了 以色列非得灭了哈马斯不可啊 啊要把它烧成灰啊 这是这个你看 中国跟俄罗斯是站在一起的 他的立场是硬味一样 和其他的所有的主要文明国家都是 嗯都是对立面啊 所以这个大家先知道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基本立场 你就再看看书沫 我看看书沫是有求于他呀 现在求着他的表态呀 书沫是犹太人 当面逼着习近平更改外交部发言人的挂言挂语 他能否得到习近平的正面回应 拭目以待 注意啊你注意看他坐的这个椅子 还有背后这个背景 好像这是跟王毅在讲话 啊这是跟王毅讲话 他前面坐的这个位置呢也是驻华大使 他两个人换了个位置啊 驻华大使现在是谁啊 你看他这个牌子啊是驻华大使 书沫坐的是啊 这个驻华大使的这个位置啊 书沫的对面应该是王毅外交部长 就是说我对贵国外交部的声明很失望啊 你没说人话啊很失望 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你们对以色列没有同情也没有支持 好现在见习近平了啊看看跟习近平啊 这是这是大概是换了另外一个会见场所啊 他这个姿态还是挺恭敬的 你看老头弯这个腰 这个是犹太的一个文化特色 那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呃 美国财政部长啊 啊那个女的来见这个习近平的事好像也是特别谦恭这个姿态 后来有人辟谣有人解释说这是犹太文化文明礼貌的一个部分 并不是代表他特别啊这个啊就像哈巴狗一样啊 不是这样的 这是个文化问题 他说我们需要中国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进步 但是什么进步呢 这个视频做的呢有点语言不详啊 这个这个是剪切了啊 这反正是反正是书默对习近平有明确的要求 要求一些东西啊 这个不容易啊 这个不容易啊 书默他是一个民意代表 他是个众议员 他是个人民代表 他和啊小布什啊 老布什啊啊 这个布林肯啊啊 甚至蓬佩奥啊 那些外交系统的人说话不一样啊 啊 你看习近平这个脑袋晃来晃去的啊 就是不是不歇一顾的样子啊 行大概就是这个视频呢 不是这个咱们现在又有人放出这么一段视频来 大家看看啊 这个视频的时间地点不详啊 时间地点不详啊 但是呢啊这个听一听 几任总统都讲过 我说我们有一千条理由啊 把中美关系搞好 没有一条 注意看背景 他的对面是不是书默 这个你们得截个屏 截个屏看一看啊 啊 如果是书默的话 这个会不会是 啊这个视频编辑配的音 啊 所以我对这个视频的表示怀疑啊 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啊 哈哈哈哈 这当然是舒布尔啊 但是这个这个可以视视频重新合成啊 中美作为两个大 几任总统都讲过 我说我们有一千条理由啊 把中美关系搞好 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这都是挂言挂语啊 就是说着好听啊 这个 但是没法落实 没法落实 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啊 和这个话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中国特色的挂言挂语啊 啊 在英语里呢 叫叫 英格费士啊 不是英格类士 是英格费士 英格费士的 这个有一些美国的俏皮的文学家呀 语言大师啊 说英格费士啊 听起来像英格类士 闻起来像一个臭鱼烂虾 哈哈哈哈 闻起来像个臭鱼 中美作为两个大 啊 这就是习近平 但这个视频的内容 啊 他的啊 讲话啊 这个这个需要需要进一步求证啊 啊 需要进一步求证啊 啊 不要不要见风 就是雨 我这儿今天进一步降温啊啊 你看我这个 我这个今天抢救了抢救了几个啊 下来 这是第一批 第二批 第二批抢救出来 这算就归我了 哈哈哈哈 我这个窗外啊 啊就有一个数 我一抬眼就能看到啊 这个数 今年接了很多 把这个数都压弯了 其中有一个我看了好几天了 啊 看着他糊了 呃眼看着要软了 昨天啊 昨天早上一起来就感觉的那个颜色就觉得可以摘下来吃了 我给疏忽了 结果到了晚上啊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我再一看发现得 鸟鸟啊 已经把它吃了 哎呀我这个后悔啊 就让我所以说这个今天一大早啊 我就赶快把这三个红的最前面的先把它摘下来了 呃 天天在我眼皮子底下盯着的东西都会丢掉 这让我想起什么呢 想起这个这次以色列啊 呃 他的情报 他的莫萨德 他的情报机构是全球一流水平 那而且过去50年以来没有失误过 啊 这个 所以赢得了全世界各个情报 各个国家情报部门的高度尊敬 这一次情报重大失误 那你这个这个这个哈马斯玩这么大 啊 这个打了这么多导弹 然后闯进这个这个这个境内 啊 截掳了这么多人 杀了当面屠杀了这么多人 情报人员在干什么 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啊 啊 我也挺关心的 我也试图想找到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 我没找着 不知道 现在啊 作为以色列官方 当然对这个事守口卢瓶 他不愿意披露任何信息 你也不知道到底 你作为一个远距离观察者 你也不是情报人员 你对吧 你没这个资源 所以我就 我就想到 我从我这个啊 在我眼皮子底下熟透了的 软了的那个狮子都被鸟 我我是都准备了很久啊 我就想把他吃了啊 被鸟给我从我嘴上把我吃了 这说什么呀 你再 你就是 你就是 再厉害的 啊 这怎么说呢 这应该有个成语吧 啊 这个你 智者千律 必由一失啊 所以这是一个解释 啊 这个肯定不是最终的解释 最终的解释呢 可能我们一时半会儿也不一定知道准确的答案 那所以这就进入今天的一个重要的知识点 什么叫历史 什么叫历史 为什么要学历史 这两个问题是紧连着的 你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历史 你肯定不知道为什么要学历史 对吧 有的人有感性的认识 我学历史 我爱好啊 那个历史的故事对我有吸引力啊 对吧 这当然是对的啊 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那你要问问他为什么对你有信力啊 你肯定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 对吧 你肯定是一个不愿意稀里糊涂的 昏昏噩噩噩度过一生的人 恐怕你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啊 追求金钱物质利益为最高诉求 唯一诉求的人 对吧 你肯定是有一些啊 喜欢思考问题 喜欢感悟人生啊 喜欢这个让自己提高啊 喜欢把自己做大做强 喜欢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 这是肯定的 对吧 那么为什么读历史的故事 可以让你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呢 哎 到了这个问题就又上一个台阶了 我估计80%的人就搭不上崴了 前面那个问题啊 相对容易 这个就稍微难一点 那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你要想认识一个事物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 你要求得智慧求得知识 提高自己啊 第一个老毛是主张实践论 第一个主张你要自己去干 啊 你想懂这个研究这个兵法 你得去打仗 你得到前去 你不打仗 你研究兵法 那叫肇阔谈兵 那叫马术带兵啊 啊 那只能被诸葛亮含了一半 你宰了 你平时可以跟诸葛亮看个二弹啊 谈得诸葛亮都觉得你是个人才啊 真是个军事天才 你怎么懂这么多呢 啊 结果一上战场一战 得 只能是昏魏瞻 你是我的好学生 但是 你只是我书本上带出来的学生 啊 你可以读我的博士 但是你博士毕业之后 你找不到工作 你做不出课题来 你这没用吗 废物吧 很多学科 人世间的很多事 是需要实战的 尤其是军事 经济 政治 哪个东西不是靠实战 唯一的一个不靠实战的 比较少的 大概一个是数学家 你要想当数学家的话 你可以闭着眼 通向能力 前两年像鲁迅那个年代的话 像牛顿那个年代的话 三四百年之前的话 你物理学也可以 你可以算 那个是物理跟数学不分家 再往前 天文学也行 到方立志先生学天文学的时候 学宇宙学的时候 光靠数学计算 光靠抽象思维就有点跟不上了 你有些想法 你得要做实验做测试 爱因斯坦是为什么牛逼啊 他能做实验啊 就是爱因斯坦就超超越了数学物理 和这个实验物理学 他往前迈了一大步 所以他走在了物理学界的最前眼 牛逼吧 就是物理学的翘楚人物 领头羊 所以说其他的绝大都是学科 经济学啊 对吧 政治学啊 你绝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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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甚至炒股片啊 你得去动动手 你得跑路 你得去到实地去调查 你得去查原始资料 你才能看到真相 那么很多学科涉及到鲜活的信息 你比如讲昨天啊 昨天下午 我这都已经黑天了 突然之间加州的朋友打电话来了 洪光了 赶快直播 怎么着 他说中共住旧金山的大使馆被炸了 我是怎么炸的 他说不是炸 说错了 一个汽车 冲进了中共大使馆 里边发生了枪战 我说还有这样的事啊 发个照片的一看 我一看那照片 根据他发的照片判断的 没有他说的那么悬 后来一查呢 结果果然半小时之前 旧金山的电视台就已经播了 实际上啊 昨天啊 昨天我这黑天了 旧金山那边也是下午啊 黑 今天是天亮的啊 没黑天 也估计是下午五六点四五点 那个时候 有一辆小轿车 好像是Honda 那Honda的小轿车 是Honda Accord 还是Honda Civic 那种是个小车 是一个绿色的 还是个蓝色的 就冲进了签证大厅啊 就车开进去了 冲破了门 卡冲去 那个签证大厅里 好多顾客在那排着队 领签证的 那个车进去了 还好啊 没撞伤人 没撞死人 那警灵大座 当他自己的保安 驾身警察很快就过来了 就把他车都堵在里边了 警察对那个驾驶员 射击 把那个大 把那个驾驶员打的是这个啊 遍体鳞伤 然后后来又把他架出来 送上一个救护车 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 后来啊 这是昨天就公布了 他他应该是死在路上 或者死在医院里面 就是被警察打死 至于说他警警察对他开枪之前 到底具体发生了什么啊 据说有这个目击者旁边人说 说他身上有枪有刀 这个呢 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 这个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不知道 这个人的名字是什么 不知道 我估计现在你们搜一搜 大概有了 我这个今天早晨一大早起来 搜到还没看到 没有公布他的 这个这个这个牺牲者的 这个信息 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干 也不知道 犯罪动机 或者这个他做这个事情的动静 也不知道 这些都是片面的信息 你想从这个故事当中 得到一点人生的经验 得到一些道德上的教训 甚至啊 对于这个啊 一些事的 嗯 这个做参照 都为之过早 什么事可以做你的参照的 就是已经结束的事 已经完成的事 历史 什么叫历史 历史就是已经完成了 已经结束的事 他不可能再改变了 这叫历史 那么这个 这个解释呢 是很没有吸引力的 这是最糟糕的一个历史的定义 啊 你不可能这个事已经结束了 他发生在遥远的5000英里之外 我学他干什么呀 对吧 对 所以绝大多数学生 对历史没有兴趣啊 你在中学中学生当中 我估计 90%的学生对历史没兴趣 就是这个定义害的 那么当然了 对于历史的定义 什么叫历史 可以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解释 每个人的高度 每个人的角度啊 每个人的目的 每个人的动机不一样 所以给出历史的定义 也是不一样的 像我李洪宽 作为一个伟大的化学家 生物学家 我怎么给历史下一个定义的 伟大二字 是我自己加上去了 请大家可以酌情拿掉啊 啊 作为一个我学生物的 学化学的人 我怎么对历史我有什么感悟 我的定义是什么 我的定义强调历史的变化性 啊 就是我们要搞清楚 这个事是怎么变过来的 我们今天啊 我们今天是啊 今天是双世界 双世界是自残阶级革命啊 注意啊 自残阶级革命是 共产党毛泽东给他扣的个帽子啊 是清朝末年的那些人人之士啊 对于国家啊 有特别的热爱 觉得这个国家老受欺负 这个国家怎么这么 这么不争气 我们要改变这个社会制度 那么清朝的皇帝不愿意 清朝的贵族也不愿意 清朝的军队也不答应 怎么办 啊 抛头颅撒热血发动了啊 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 纷纷失败啊 失败了无数次之后 终于有一次歪打争召啊 哈哈 西海尔革命爆发了啊 这个全国响应啊 哎呀 革命党终于有一种胜利感 这就像我们搞民运也是一样啊 这他妈的 自从且不说文革当中啊 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以来 也他妈四十多年了 不断的有一代又一代的人 拿着那个鸡蛋碰石头的这个勇气和精神 去跟中国共产党斗揭露共产党 但是屡战屡败啊 时不时的出来一些郭文贵这样的傻逼出来 28年干了啥 这些傻逼他妈的 他从来不干反共的事啊 他他们在 中国跟共产党吃香的喝辣 在腐蚀共产党 从共产党那儿的全景 他赚了钱了 他成了大富好了 他说我什么都有了 我什么都享受过了 什么样的漂亮女人 我也操了 飞机我也有 这个豪宅我也有 游艇我也有 我本来可以挺好享受生活的 可是我要来爆料 他把自己摆得特别高大上 其实他爆料完就是为了自己啊 不是为了14亿亿人争取政治权利 他和这个老一代的真正的 原汁原味的反共人士 异议人士 民运人士 他是根本就不能比的 但是他一转时 他了 你们28年干了啥 你们为什么天门广场没把你压死 早来一帮这个傻逼 搞得这个民运 他没脾气 你知道吧 因为你确实没干出成绩来吧 你要说我他已经把谁谁谁谁谁死了 神秘死的吧 是被我的人暗杀的 你要有个这个业绩 也可以牛逼一下吧 问题就是明明没有这个业绩啊 我上一个视频做了一个业绩啊 就是把英语的这个 这个英个费事 就是听起来像英语 闻着像臭鱼啊 那个词 我给他翻成中文了 这是我李永宽的贡献啊 吹个小牛逼啊 我在做梦当中梦到的啊 这个你看我这个梦醒了之后 赶快把它写下来 记住了啊 一查这有这个字 这个字好几百年 可能上千年没人用了 挂 挂四生啊 和算挂的挂不一样 你也可以理解啊 就是算挂的那个语言 也是抹棱两可啊 怎么解释都行 但是那个算挂的挂呢 是两个土 右边一个占卜的布 你把那个占卜的布呢 理解成一个桃树枝子 倒擦桃树枝子 擦在两堆土上 这叫算挂的挂 如果是两堆土 左边一个言字旁 就代表一种说话的 特别土的一种风格 这是中国汉语修辞学的一个新学科 新概念新名词 我把这个字筹息啊 筹息从梦中把它调回来 这可能是司马前老先生给我启发了 派了一个女人给我把这个字告诉了我了 啊 我梦中记下来了啊 一醒了赶快记下来 那个其他的梦被谁这记不住了 我他过一会就忘掉了 那梦这个东西啊也挺有意思啊 呃 现在油管上有一帮人主张啊 学英语 要听 听这东西睡觉 就是梦中听的东西 就是你睡着了之后听的东西 对于你培养语感也是有用的啊 所以人为为做人做了很长的那个 特别漂亮的文章 用那个啊 用这个不知道是机器人还是真人读出来 啊 就是他他希望你的睡觉的时候呢 你困了 你快睡了 你把它打开 嗯 听他那个节目的好处呢 是中间没有广告 因为有广告就没意思了吧 你看我两个小时的节目 我听听着他中间来不断有广告擦路 这就没意思啊 他那就这样把你给你读一篇小说啊 我试试听过一两个 当然听得很好 因为他那个小说很好 都是很好的我睡不着 我越听越过瘾 最好是那个你英语的还不怎么过关 那刚开始要培养听力的时候 你打开这个东西听啊 听歌你也听不懂 反正啊听懂一部分 你大部分听不懂 听个十分钟就睡着了 有的老同志说洪宽啊 我听你的节目 我睡觉之前听你的节目啊 我跟我老伴一块听 听了听就睡着了 催眠效果特别好 我说好啊 我的节目有催眠效果 你他妈再给我捐点钱吧 给我打个赏吧 也算靠了靠了我 仿正我做下去的动力就没有了 开玩笑啊 就说作为一个语言学 这是一个新的概念啊 新的提法 说你比如说你学英语 或者外国人学中文 你找一些你自己喜欢的 那个难度适中 你睡觉之前听 说不定 也许有他的道理 因为另外他还主张啊 他和这个理论配套的 就说你读文章 好文章啊 你肯定会碰到新的概念 声词 没关系 不要急着查字点 缓过去 这个是他妈小孩 我培养我儿子 我检查他 我说你读读 他其实读下来 我说这个词啥意思 他不懂 但是呢 不影响他阅读这篇文章 这个理解程度 他理解的很对 然后得我费可大惊启发他 也能把那个词猜个八九不离十 其实咱们读汉语文章啊 读中文文章啊 也有这个问题啊 有有的声词声字 实际上咱们的理解不一定对 和词典上字典上的解释不一定对 但是咱们一缓而过的话呀 而抓住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是没问题的 那么我其实过去就是个另外的习惯啊 我是看到声词 我必须得把那个声词查出来 否则他我睡不着觉 我觉得这个文章我没理解 我那个老在那叫真 我说那个词啥意思还是啊 我这个毛病 这个毛病呢 现在最新的教英语阅读的老师 批判这个读法 这个不对 效率太低 而且这个不好啊 你余欧那个时间查字典 你再读一篇文章啊 他这样啊 这个这个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啊 我为什么词汇量比较大呀 我英语词汇量 我吹个小牛啊 30多年前我到美国来留学 之前我在中国考GRE GRE其中有一个是verbal就是语文部分吧 那个语文部分词汇量占很大一块啊 就是考那个那个verbal那一块语文那一块 我当时是考了560 注意啊 我当时考560 你看这个细节有点忘了 就说我是78% 我语文部分 我一个外国人跟全世界的 所有的学英语的大学毕业生相比 我的语文部分占到78% 做外国人应该 作为一个外国人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了 当然了 后来你经过新东方他们训练啊 那可以达到90%以上 那是那个咱另说啊 我那是完全凭真本事 真本事 那就是我的词汇量啊 语法阅读能力都是相当不错 这是我30多年前啊 而且我30多年以来 不断的学习求知 你看我这毛病 见了声词 得把它查出来 所以我的词汇量是相当丰富的 要不是我怎么能记得住 这个应该费是这种孤僻词呢 应该费是这种词 只是美国高级知识分子 名校大学毕业知道 你普通的犯夫奏卒 真的不一定知道啊 这个是非常精准的词 这次舒默老先生 这次舒默老先生 在北京 跟王毅 跟习近平提出来 要求中国 改变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个用词 就是你展示你的真实的想法 你中国人民 肯定是要反对恐怖主义的吧 这个是我们就 如果你中国人民 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的代表 中国政府 不能够旗帜鲜明的 谴责恐怖主义的话 那我凭什么花这个功夫呢 我一个老头跑到北京来求你啊 你知道我还给你鞠个躬吗 我就你在我眼里是臭狗屎 你就是恐怖主义一伙的啊 所以说这个这个 这个像美国的这些啊 这些精英 哎 政客 你把这个啊 这个银个费使啊 就是听起来像英语 闻着像臭带鱼啊 这个概念跟他一讲 他马上就明白 哇操原来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中国政府发言人 然后中国政府的所有的文件 全部是用你妈的叫挂言挂语写出来的 你他妈不说人话呀你 你全他妈大忽悠啊 操啊 所以这个概念的力量是伟大的 我们要感谢司马前先生 感谢苍杰先生造出来的汉字 这是老祖宗 真正留下来的有力量的东西 可是话说到来 咱们很多字啊 很多词啊 咱们自己把它抛弃掉了 数点忘组了 啊 注意啊 这个英语当中这个英语费使这个词 只有50年的历史 就是这本书 这本书第一次发明了这个词啊 这个人的名字叫 King McCrory King McCrory 他应该是密西根大学 是密西根那边的 West Michigan University 西密西根大学 哎 西密西西根大学 我怎么听得这么耳熟呢 是不是曾经在郭文贵跟我打官司过程中 有一个伪律师 冒充假律师 假律师冒充是西密西根大学法学院毕业的 那个傻逼啊 好像是有这个事啊 那个傻逼在美国法庭上闹了很多笑话 哎 郭文贵跟我打官司打到后边他打不斗了 啊 他碰了一个软钉子 免利藏针 玩不动 他也花了钱 他也没什么效果 他就不想玩了 不管了 这个官司 结果这个傻逼啊 号称是西是西密西根大学 好像是西密西根大学 哎 有这个学校啊 这个学校是真有 当然人家这个人是英语系 是这个大学的英语系的教授啊 这是一个经典之作 那个小子没有律师执照啊 他号称在马里兰有律师执照 我查过 没有 他也没通过马里兰的啊 律师资格考试 他就是个混子 就想骗啊 通过这个一号子给他打造成 美国名牌的律师 可以打各种官司 他是为了骗钱呗 他就想在我这个官司上蹭点流量 我估计是 常报长说 官贵告了我之后 联邦法庭这儿八经历 这个索赔五百万美元 打了一半之后 官贵这个傻逼就忘了 他还要打很多官司 官贵他把这 这是个厚度分子 这是他把这反社会主义 反社会分子 官贵啊 是个疯子 疯子要打个引号啊 不能乱用这个医学术语啊 疯子可能是个日常用语 就是所以官贵忘了这个官司 那个官司就停滞不前了 因为打官司吧 双方啊 如果两方都没有兴趣 这个官司有可能沉寂好多年 出来这个疯子啊 这个谎称律师的这个傻逼呢 他写第三方动议 注意啊 第三方动议 你们在油管上搜第三方动议 那些冒出来的视频 你全部给他拉黑了 那就是一个纯傻逼在讲这个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在法律上不存在第三方动议 打官司 什么叫打官司啊 这是涉及到基本概念 基本定义 打官司就是甲方跟乙方在打 不存在第三方 如果第三方觉得在这个官司当中有利益 你要想办法把你的利益归归到其中的任何一方 你归归到原告也好 归归到被告也好 都可以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揭露 法庭审理的案子不存在三方 只有两方 只有两方有纠纷的才叫官司 如果有三方 那就扯鸡巴蛋了 那根本就啊 法法律就去定义 就去设计 不审理三方啊 这个互相扯屁 三方不是扯皮了吗 那那那不存在这样的官司啊 所以就是笑死人呢 这就是他 这就是基本概念不懂的傻逼 纯纯实乎 这样的傻逼多的是一耗子就是典型的代表啊 西密西根大学 回来说这个英格费时这个词只有50年 这本书是50年前出版的 学这个英语写作的啊 想成为大作家的人 你得这本书要要读啊 要不读的话 你就笑死人了 有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他会 讲到语言学 修辞学会提到这个人啊 就这个词就是他发明了 这是书里面第一次啊 第一次用这个词 只有50年的历史 这是美国文化啊 咱们讲的英语的美国文化 咱们中文两千六两千两千二百多年了吧 司马谦先生有多少年了 得有两千两千二百年了吧 两千一百多年 有一个对等的概念 就是这个广 老先生托梦给我 让我把这个字又找出来 把这个词重新给他激活了 来探讨这个语言学的现象 实际上像说这个 这种套话 屁话 虚话 这个英格费时 这个现象在美国还是比较少见的 为什么呢 他的有识之士啊 这些真正的教授 真正的教授一直在抨击这些东西 如果发现学生写作文 是抄的 从他们维基百科抄来的 不及格 这个20年前维基百科这个 网站出来的时候啊 我就跟一个中学的一个校长 聊聊到这个地方 他说我们的学生要是被我发现 抄维基百科 这个冒充写作业的话 不及格 打回去重写 为什么呢 就是要知己原套的东西 不能够人愈异愈 不能够操别人的 这个不能说空东西 要反映你的真实情感 这个在美国的学校反复打击 但是还有一些政客 有一些媒体的大卫 像伊隆马斯克这样的老兄 他有的时候会说这些东西 实际上是屁话 这个在英语这个文化环境里面相对控制在某一个范围之内 当然在中文汉语的语境里面 这个挂言挂语可是真的已经失控了 那就是不说人话 不说那些让你能懂的话 习近平有次做报告做了三个小时的报告 完事之后你听习近平讲了啥呀 你能不能用一分钟 概括一下习近平主席讲了什么东西 谁都答不出来 为什么 习近平讲的全是挂言挂语 全是那个挂言字旁两堆土 土了又土的那个屁话套话假话空话 这个现象在中国十分普遍 有必要成立一个学科 有一些年轻人要是特别想感兴趣的话 你写篇论文投机给我 我准备在美国说不定哪天 等这个书目回来 我拉着他开一个学术研讨会 把你请到美国来来参见一下这个会 趁机你也可以到美国来玩一玩 拜见一下这个美国的 咱们可以到西密西根大学区 去访问一下这个学校 这个人应该我不知道他在不在 我判断 我发现这老先生可能不在了 可以到西密西根大学区 看一看 应该是在芝加哥附近 扯哪去了 扯的有点大 有点远 我看有什么尖论问题吗 三妞儿说 这次巴以战争背后 有没有CCP的影子 关键时刻有人这么看 应该说很多人怀疑 带着怀疑的眼光在观察这个事 但是这个东西 你要把它坐实的话 得需要证据 直接证据 间接证据 我昨天提到了三条 我觉得那都可以作为间接证据 三条当中的两条和中国有关 其中一条就是美国的国会众议院 那他的这个议长 现在难惨 相当于他这个 他自己的这个就这么说吧 就相当于春秋 战国时代 有个地方发生了这个坏人坏事 这个周天子呢 命令齐桓公 你给我管一管这个事吧 齐桓公说 我儿子不听话 我儿子跟我他妈的吵架呢 我也派不出兵位 我家里我最近心绪烦 我这整军啊也不行 你能不能请这个其他人管一管 找晋文公吧 晋文公也忙 最后大家各有屁股后边一大谈事 所以坏人坏事 纷纷出现 就慢慢的从春秋过渡到了战国了 就你打我我打你 就是春秋进入春秋无义战的状态 那个大义不存在了 没有人主持公道 没有人主持大义 大家都说屁话 都互相欺骗 那就孙子兵法就派上用场了 孙子兵法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 是什么呀 有人说是骗 骗不错 那个骗是 骗是一个方式方法 它不是这个战争的最实质的东西 战争最实质的东西 孙子兵法里面阐述的 水 就是冰如水 打仗就像流水一样 要不然李小龙说 Be water my friend 然后香港人抗争的时候也把这个词给借过来 Be water 就是从孙子兵法来的 这个思想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流传到外国人 什么时候传到外国来的 我告诉你时间也其实挺可笑的 传到外国人也就是一百来年的事 也就是义和团 八国联军进北京 灭义和团之后的事 在这之前外国人也不知道 知道不是很重视 应该说在康熙那个时候 甚至更早就有人 法国的传教士就把这个孙子兵法给摘役了 摘役了一些 但是没人重视他 那个时候法国欧洲进入他自己的 他打起来了 那个时候出了一个伟大的战神 就是这个拿破仑 拿破仑按照他自己的想法 打出了一套军事思想 这个在欧洲的影响很大 他有他自己打法和孙子兵法没什么关系 完全没关系 可以说完全没关系 这个讲到军事 你绕不开拿破仑吧 这个是西方军事史上的一座高山 说到拿破仑的话 咱们就得继续讲历史的定义 我李文官认为历史的定义 强调要搞清楚事情演化的过程 他怎么演化来的 我们中华民国建立之后 为什么失败了 为什么被共产党推翻了 为什么我们绕了今天这个地步 他是怎么来的 你把这个问题回答的 那就就是你历史猜算 应该说绝大多数是有这个动机的 为什么学历史的动力 我想搞明白这个事情是怎么变化的 强调的一个变化 历史的演变 这是一个生物学家 像我李文官学生物化学几十年 这是我看问题 我想找到这个变化背后的动力 变化里边的催化剂 以及变化前后的这个结果的对比 这个是强调一个变 变的规律变的动力 这是学历史的定义 这是一种定义方法 很多人能接受 很多人也觉得对 拿破仑同志同意吗 拿破仑肯定不同意 拿破仑是军事家 拿破仑是军神 是战神 他对历史的定义 简单粗暴 而且一语种地 他说历史是什么 历史就是大家公认的谎言 历史是大家公认的谎言 你仔细想有没有道理 太有道理了 你们在中国也好 在台湾也好 你在美国也好 你读历史 拿一本历史教科书 你翻开看看上面写的话 那是真话吗 假的 都是骗你的 为什么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大家同意吧 对啊 因为失败者都死了吧 他没有 他也没有机会来写历史了 所以写历史的人 都是胜利者偏差的结果 因为胜利者都是少数嘛 绝大多数人牺牲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 他取得胜利是靠什么呀 靠战争 战争的本质是什么呀 战争的本质是欺骗 这个拿破仑是抖的 拿破仑之所以成为军神 成为战神 虽然他没有读过 他没有机会读孙子兵法 但是在孙子兵法 很高的层面上 在哲学 形而上的层面上 拿破仑和孙武先生 他是有条条大路 通罗马的实际效果的 也就是他们两个人 对于兵法 对于战争的规律 对于人性 对于战争的实质 他俩是必须得合拢吗 他是一个东西吧 所以说孙子兵法里大量的内容写的 就是兵者鬼道也 这是鬼道什么意思 就是这都是陆续作假 骗你吧 就是不告诉你真相 明明是我很强大 那我告诉你 势之以弱 我用一个很弱的来信 忽悠你 就是忽悠你 骗你 这个拿破仑绝对懂 所以说第一 历史是由 幸存下来的 活下来的胜利者书写的 这是第一 这个是颠覆不破的真理 这是第一 第二 他为什么能活下来 为什么胜利者是他 那是通过战争 战争怎么赢得胜利 那肯定是兵者鬼道也 那这个不可能像宋相公那样 靠诚实赢得战争 最后还得以书写历史 不可能 所以活下来的这些胜利者 都是造谣大师 谎言大师 都是鬼道专家 明白吧 所以说他们活下来的 写的那个东西 它能是真的吗 那肯定不是真的吧 那肯定就是一些谎言嘛 所以说 这些拿破仑先生对于历史的定义 就说 历史是 胜利者给你编的一套谎言 那这有一个 咱这有一个照片 得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先说补一补 这是昨天上一个视频讲到 以色列政府 作为一个国家 他的推特号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 10月1号生日 他英文跟中文弄错了 你们截个屏作为一个证据吧 在这我说的都是 所言不虚 有很多人在做节目 在讲这个东西 习近平跟伊朗 你们得想办法 你们要真想跟着我掌学问 读完咱这是相当于博士 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你得想办法到我的电报群里边 或者到我一些聊天空间里去跟我互动 那个地方有一些文字的东西 他看的比较直接 长学问比较快 比较准确 否则的话 我这个太慢 效率太低 有些那种特别恶心人的那个视频啊 这个也都在 我可以转给你们看一看 就是我都不想在这放了 包括那个德国义的一个女孩 被这个哈马斯给劫持了之后 把她的都衣服全扒光了 都把她 都把她弄死之后 还在那抱她的诗 太不人道了 如果中国政府对这样的事都不能够 发出一个 发出一个正义的声音的话 那你中国人的凝聚力何在啊 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是一个 就算是华裔吧 就是这个有一个女孩也被劫持走了 那个视频也很 也特别这个看了之后 特别扎心 女孩的爸爸是一个 可能是个以色列人 女孩的妈妈是一个中国人 你一看那个浑血浑得非常好 长得挺很高 挺漂亮的一个女孩 只有24 5岁 被劫持了 注意说一下 这些孩子们啊 他是一个开音乐会 音乐会被这个恐怖分子进来了 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 这他妈奇怪啊 拿着枪就乱扫 然后抓人 劫持 抓了很多人质 这些孩子都是新一代长成的 特别啊 特别这个外向 特别开朗 特别进步 估计绝大多数还是左派 他们是相信这个世界呢 缺爱 不缺恨 啊 就是相信和平 可以通过爱 我向你展示我对你的爱 通过展示爱呢 来争取和平 这个观念确实在 现在西方社会当中影响很大 啊 这就是这个民主党啊 他们很多这个主张是 推这个东西 有一些老人 你比如像爱因斯坦先生 啊 我就最近看到一个 有人转 转给我一个爱因斯坦的这个 名人名言 就讲到这个话题 就是眼下最严肃 最迫切 需要给人类一点 价值观上指导啊 道德上一种教诲的这么一个时刻 爱因斯坦说过的话 就爱因斯坦他怎么论和平啊 怎么能保住和平啊 怎么能防止战争啊 怎么消解战争啊 就这个话题 爱因斯坦说呀 他说 你要想保住和平 你比如说台湾 台湾特别需要保住和平 我们不惜卸代价 我们不愿意打仗 打仗肯定是 我们肯定打不过 真打起来 美国要是不管我们的话 我们只有 只有投降 或者被灭掉 所以保护台湾的和平 保护以色列的和平 甚至保住古巴的和平 这都是 也是跨越了意识形态的 这是一个摆在眼前的问题 你过去南宋 跟大金 他怎么能保住和平 这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那么 爱因斯坦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怎么才能保住和平 我们抛却一切意识形态 抛却一切价值观 就说单纯保住和平这件事 怎么能保住和平 那么现在 现在 向美国政府 向以色列政府 向台湾政府 他们说的非常 包括岳飞先生 如果岳飞还活着的话 在岳飞活着的时候 你问岳飞怎么样保住我们南宋 的和平 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正面回答不要绕 不要挂言挂语 你给我正面回答 怎么能保住这个和平 咱们这个局面就是这样的 怎么保住和平 爱因斯坦的回答是非常清楚的 他说你要想保住和平 唯一的办法是互相理解 你想通过武力 你想通过发展自己的军力 是保不住和平的 那这个话 现在很多人绝对是听着政治不正确 但是我想 爱因斯坦身处战争年代 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应该是比较深入的 他这句话不是随口一说 所以这句话 我这几天也很苦恼 我也没想明白 我只是把这个爱因斯坦的原话 如实的转述给大家 待会直播完了之后 我会把爱因斯坦的这个原话的出处 放在留言区 让你们自己去核实这句话 这话我核实下来是真的 爱因斯坦真说过这句话 也不是开发笑 他是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人类 必须反复面对 这几千年以来就是要解决和平和战争的问题 你我刚刚活过来的这过去这80年 是特别的幸运 这个在历史上不是常态 这是历史上的例外 居然有七八十年的总体上的和平 让你们可以盖大楼 可以谈恋爱 可以做生意 可以办工厂 可以做贸易 可以跨国旅行 可以去出国留学 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可以吃到北极的螃蟹腿 我最爱吃来自阿拉斯加的螃蟹腿 如果是处在战争的年代 你能吃上吗 遇不过来 我们过去的七八十年是历史的非常态 至于为什么 让我们保持了七八十年的和平 没有发生战争 享受奢侈的生活 我们现在吃的物质上的 吃的东西 据说相当于古代的帝王 宋朝的皇帝能不能有今天你我吃的这么好 都很难说 物质极大丰富 财富 你们看看今天世界人类总财富的创造 是不是有一个指数性的增长 它能永远增长下去吗 告诉你肯定不能 甘管你是用西方的哲学 还是用中国的哲学 何久必分盛极必衰 对吧 那这绝对不可能持续 那么今天可能我们今天面临这个局面 就是它是个不持续的 我们过去这七八十年的和平 好日子到头了 所以大家的脑袋当中要提前动起来 要重新摆正自己的位置 怎么做 才能够在未来马上就要面临着动荡 战争 非和平时期 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 如果能活下来 假如说能捞点财富 那更好 所以说面对和平和战争的考验 政治家怎么选择 思想家怎么选择 你作为一个年轻人怎么选择 你一个商人怎么选择 对吧 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我只是抛砖以欲 我讲的绝对不是你们 可以随便拿来就用的终极真理 欢迎你们给我提出尖锐的批评 可以不同的意见 你可以去反驳爱因斯坦 其实现在像台湾政府 以色列政府 美国政府 还有所有的这些 包括中国政府 都是不认可爱因斯坦的 那个言论的 都是想 我要想获得和平 我必须得扩充军力 我保证你不能打我 然后我他把你 早就把你灭了 今天 今天 以色列政府的表态 你看这个 他的这个首相 总理 他叫总理 叫内提亚胡是吧 那个家伙就说 我们这次绝对不会放过哈马斯 把他烧成灰啊 这个机会了 一定要把他斩草出根 就是用你对我暴力 十分 我给你暴力一百分 就是用这个吧 那就活出去吧 这个我们都理解 但是这个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吗 这个问题只能请教一更高明的专家了 但是问题 这个世界不是专家治理的呀 对吧 这个世界是政治家 庸人 傻逼 疯子 战争狂 大家一块管理的呀 漫二五说 扩大仇恨 才能够维持战争 那么这个理解 所谓理解 爱因斯坦讲的理解 是应该让双方的人民 也包括政治家 互相理解 只有理解了 才能找到一个消解仇恨的最佳方案 那对 比如说你对不起我 我对不起你 咱们两个取得共识之后理解了 那就是既然我错了 我赔偿你吧 对吧 我可以用金钱来解决这些问题 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如果双方的仇恨不断的增加 你像这个八亿冲突 八亿战争 他就是仇恨在增加嘛 那个钱就解决不了了 那理解是为了用金钱解决问题 铺平道路 但是发动战争的那些狂人 他总是反其道而行之 大家互相之间越来越误解 误解加深仇恨增加 所以最后只能是去你妈的 谈不拢了 我说东来你说西 我求是你习近平谴责一下恐怖主义行为 你给我来一个 挂言挂语 操 得 没法跟你谈 那就是最后战争了 所有的世界大战都是这么来的 就是金钱解决不了的时候 战争解决了 那么如果能金钱解决 像南宋 南宋的皇帝 他就是理解 你北方穷 你喜欢要我们的布皮 喜欢我们江南的这些物财富 甚至美女 我满足你 行吗 行 南宋就这么活了一百多年 这个你要是换一个角度 就是他这个投降派 也有投降派的道理 投降派赢得了和平 虽然这个和平在某一个高度上看 也许是屈辱性的 岳飞那种 好战派 他是坚决不可能认同爱因斯坦先生的这个理论的 这种意见吧 毛泽东认可吗 毛泽东更不认可了 今天我就不讲这个毛泽东和孙子兵法了 孙子兵法得罪了毛泽东 文革当中 为什么咱们培养了一代军人当中的白痴 中国 因为孙子兵法的教导的东西 和毛泽东写的那个论持久战 他是针锋相对的 那文革当中毛泽东是神 孙子兵法的作者就是臭骨屎 黑五肋 打倒 所以中国现在能够指挥得动中国军队的这一些 中国的军事教官脑袋当中都是反着 孙子兵法的教导在办事 他们脑袋当中迷信的是克劳塞维茨 为什么 因为克劳塞维茨在马克思的著作当中 好像表示过 有所评论 马克思也不是军事专家 他在军事修养连我领宽都达不到 我还读了一辈子的 关注军事的事 这马克思不行 但是这个在文革当中这是不得了 克劳塞维茨我年轻的时候 那个时候念大学的时候 有的时候 走近访友就碰上过这么一位老兄 老兄 这个老兄我也好多年没联系了 他是这个克劳塞维茨之谜 克劳塞维茨那个论战争那个著作 他读的是都读烂了 他见了面就跟我讲克劳塞维茨 我其实不懂 我也读不进去 克劳塞维茨是个西方 到现在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军事理论家 他的段位 比这孙武 能不能达到孙子孙武 孙子兵法一半的高度 都很难讲 你到西点军校 你问西点军校的专家 你讲了孙武的 孙武是100分的话 克劳塞维茨30分 大家知道这个分量了吧 这个扯得有点远了 但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 写过一本论持久战 那是反着孙子兵法写出来的 你这个你怎么玩 没法玩了 在中国 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 就是看孙子兵法只能批 其实不仅仅是中共的军官 批孙子兵法 在老蒋 在国军的军官当中 也是批孙子兵法的 你信吧 这话有点扯远了 这个咱不深路谈了 深路谈的话 也得得罪台湾的一些军事专家 真的是这样 这个不是我观察到的 我也不理解 是他把西方的军事学著作当中 发现了一个现象 因为当时不仅仅是德国派了教官 苏联也有教官 美国也有教官给国军去指导 美国的教官后来回来之后 写的秘密报告里面写着 就是国军的指挥官 对于孙子兵法 也是觉得那是过时的东西 大概知道一个基本概念就行了 不一定去考试不考 考什么的 主要是教官教的 教官教就是科劳塞维茨和苏联 但是苏联的教官是真正 失透了孙子兵法的 这个就是绕回来了 注意啊 所以毛泽东写的那个论持久战 是一本 按照苏联塔斯社的命令 为了把日本军队拖垮在中国大地上 为了这个政治任务而写的这一本军事著作 不是毛泽东的原创啊 这个呢 咱们这儿如果有那个 喜欢玩这个电子游戏统计数字的 你做一个小程序就测一测 这个论持久战这本小册子的用词习惯 它的文字特点 比较一本毛泽东其他时代 其他题材写的文章的文字特点 你就得出结论了 其实都不用电子计算机做统计 你稍微语文达到一个高中毕业生水平的 你读一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它的那个语言习惯文字特色 你马上就知道那是翻译出来的 带着浓浓的翻译腔 哈哈哈哈 那是一个命题作文啊 它是根据俄文翻译 加上毛泽东自己的秘书篡改 弄那个东西 有点扯远了 军事我以后专门谈 马上我们要进入军事动荡时代了 听我观众的年轻人 你们要仔细听啊 有的时候我在这提供一个线索 你们要顺着线索自己做作业去啊 咱们先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觉得好的一定要点个赞啊 最近点赞的人太少啊 你看我这这么多人听点赞的人这么点 我都不好意思抱这个数 太丢人了 你们可能是被我的这个精彩的演讲迷住了 都忘了点赞了 我看有没有尖锐问题 我回答两个咱就结束了啊 时间不太长了 中东是因为宗教差异 切以巴二战后一直处在杀戮时间 所以和平的希望很小 也不能这么说 中东是打了几场战争 打了五场啊 那个他都 这以色列都打赢了吗 也不是经常杀戮啊 就是他这个问题倒是确实没解决 有宗教的因素 这个以巴话题太大了 而且这个东西啊 过去这么多年以来 积累的东西 老的问题没解决 这个时代需要伟大的政治家 这个时代需要伟大的政治家 外交家 就是政治家提出思想 外交家脚踏实地 去做外交 展示苏秦张怡那样的伟大的口舌 把一些问题解决 把一些仇恨 把仇恨化解成金钱 用金钱把仇恨消解掉 这样可以杜绝战争 这个是爱因斯坦 八九十年前提出来的想法 我有的是想想 我一辈子 建了爱因斯坦的书 肯定要读一读 要买下来 要搜集 爱因斯坦的言论 我都会反复的琢磨 爱因斯坦在我心中的地位 是非常高的 所以 这个思想 我在这抛砖引玉 欢迎大家自己思考 谢谢大家 再见